虽然它是无毒 可是它工业用就是工业用 它没有经过好的处理 对于我们食品的添加 基本上是有危害的 那些年轰动社会的食安风暴 在法官的判决下全都云淡风轻 被指控的工业豆花变成食用级 国民党立委点名 靠的是民进党立委段义康 同样有工业用石膏豆花 也完全宣派无罪 而这件案子众所皆知 是民进党立委段义康 他有介入跟关切 王航辉说无水石膏豆花 能全身而退 跟段义康施压脱不了关系 10月底新北地检署检察官 黄孟山在脸书上po文 说2014年 用于豆花的合法添加物 只有二水石膏 经过某段性立委奔走 加上向食药署施压 官方将无水石膏 列入合法添加的规范中 黄孟山和段义康 两人隔空交战数回合 不到一个月 业者获判无罪 段义康被兰营立委质疑 是关键推手 去跟食药署 做怎么样的一个胁迫 才让它成为一个无水石膏 也可以成为合法的添加物 无水石膏豆花 全案人可上诉 但判决直接对台湾食安打脸 中间的曲折 也让民众的信任感 荡到谷底 且谢耀珍 李佩萱台北藏不到